台北市政府的商业出花了250万的预算 印了3000份的便当藏宝图文宣 结果台北市议员秦桧珠就痛批说 他实际走访店家 发现这个藏宝图上面推荐的有几款便当 店家根本没卖 而另外知名的意大利面店的也没有贩卖便当 所以目前看来这个文宣品是搞乌龙 怎么会出现了幽灵便当呢 台北市文宣便当藏宝图 秘密妈妈介绍各区特色便当 但实际走访店家 美味便当可能看得到吃不到 刚才便当地图我们找到这间日式餐厅 那我们试着来点一份DM上面主打的偷售便当 请问现在有偷售便当吗 目前还没有 主打便当不是产机 业者根本没卖 但更扯的还在后面 请问现在目前有炭烤猪肉饭吗 没有耶 不可以 是现在没有还是 本来就没有 不存在的便当也被印在市府文宣品 进一步调查发现 就连根本没卖便当的意大利面店也被登记 两百多万预算制作的文宣 错误百出 拿了这个城堡图去找的话 吃不到我会很不爽 也会很争气 很瞎觉得很欧啊 明明有这个上面宣传有这个东西 那事后找不到的话 当然觉得似乎这个宣传很瞎 45分定是受害者啦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很落实的去做查办 那我们平常就是有两家 确实这个名字 有落差啦 民众孕生四季 北市府补破网 除了重新调查合作店家 并将对制作文宣的外包厂商扣款全储 只不过当初没有善进后续把关审核 再度盗建和补救也是老民伤财 今天请问华民旧的女生台北采访报道 Actually we had Crispy We call i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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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